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李宥宜 和大家看看歐美股市晚格收市情况 见到美股年底日 市场正等候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 以及官网联储局利率政策前景 道瓷斯公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60点 低见过35,058点 慢慢修捕35,123点 跌191点 跌幅0.54 标普500指数收报4,467点 跌31点 跌幅0.7 纳斯特克指数收报13,722点 跌幅1.17 科技股跌幅较大 苹果跌0.9 Tesla和NVIDIA分别跌3%和近半成 银行股的跌势持续 当中摩根士丹尼、高盛、美银、花旗 摩根大通等都跌1%或以上 看看港股美国预托政院的表现 见到ADR是比较半港收市下跌 汇控之下比半港收市跌0.1% 腾讯跌0.85% 阿里巴巴跌1.48% 美团跌0.69% 看看欧洲股市 欧洲股市回稳 意大利股市反弹幅度较大 政府为对银行徵收四成暴利税提案降温 表示徵税上限是银行总资产的0.1% 市场预料税收将由45亿欧元 减到25亿欧元或更少 倫敦富士100指数收报7587点升59点 法兰克福帝指数收报15852点升77点 巴黎克指数收报7322点升52点 丹尼油价表现 国际油价显著做好年升2日 美国上星期成品由库存大幅减少 沙特和俄罗斯减产 抵消市场对中国需求放缓忧累 对油市的影响 纽日期油每桶报84.4美元 升1.48美元 伦敦布兰特期油每桶报87.55美元 升1.38美元 看密金价 金价下跌 投资者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 保持谨慎 纽日期间每盎司报1950.6美元 跌9.3美元 看密美元回价 在美国公布通胀数据前夕 美元指数变度不大 曾跌0.2% 低见过102.29 美市报102.5 近乎持平 看最新美元回价 港元是7.819 日元143.756 欧元1.097 英镑1.271 瑞士法郎0.877 加元1.342 澳元是0.653 紐元是0.605 看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报4.02 30年期债券报4.18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 最新报19140.105 各企指数最新报6599.13 大股成交占152亿左右 你的环节上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吧 瑞士法郎金买入价 1915.9美元 卖出价1916.25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22.652美元 卖出价22.681美元 以上资讯由瑞士法郎金提供 2美元